第四卷 第二十六章 荒野猎人 芒古尔泰看着眼前这个清秀的新娘子 终于心情好了些 芒古尔泰是努尔哈赤的第五子 勇猛善战 去年四月刚被封为了和硕贝勒 这次开春抢梁 抢人本不必他亲自出马 但是他存着袭击辽阳城的心思 就亲自带了自己的正兰旗 两千精锐直奔辽阳 但是汉人跑得太快了 都进城去了 虽然搜刮了一些粮食 可也没什么意思 城上的明军任他百般辱骂 只做缩头乌龟般 辽阳城城高强厚 他也没办法 只能带兵绕过城池继续西行 看看能有什么收获 走出十多里 可好前方是一大片村落 骑兵包围了村子 几只兵马杀进去 一煞间哭泣声 惨叫声 辱骂声响成一片 一名清兵回来禀报道 贝勒爷 有家办喜事呢 有乐子了 芒古尔泰带了十几名清兵冲进一个院子 院子里跪了几十人 芒古尔泰大踏步走进屋子 外屋地上跪了一名老者和青年 芒古尔泰没理着两人 直接进里屋就看见了这个新娘子 此时新娘子色缩站在墙边 盖头已经被扯掉了 一头绣发披散下来 芒古尔泰上前拖住新娘子的下颌 轻轻抬起 撩开脸上绣发 那是一张很白净清秀的脸 睫毛低垂着 泪水不停地滴落 芒古尔泰很是满意 扯住新娘子的领口 吱拉一声撕开脊肤 又伸手扯掉新娘子的红色胸围 看着眼前这一动也不敢动的白嫩羔羊 芒古尔泰顿时来了兴致 扑了上去 芒古尔泰折腾完 心里很是舒爽 居然是一个处女 留下阴阴哭泣的新娘子 芒古尔泰走到外屋 对几名清兵道 玩去吧 这娘们腰太细 干不了活 玩完给她个痛快吧 清兵复灵恶道 这娘长得挺好看的 贝勒爷 他脑袋赏我带回去玩两天 缠缠没来的几个小子 芒古尔泰笑道 随你 转身来到跪地青年面前 伸手捏捏青年那细瘦的手臂 摇了摇头 抽出腰刀 一刀下去 咔嚓一下 斩下了青年的脑袋 老者惨呼一声 爬前一步 芒古尔泰举刀 老者尽力伸长脖子 芒古尔泰很满意着配合 爽力地也斩下了老者的头颅 芒古尔泰坐在锅台上 用布擦拭腰刀上的血 听见几名清兵的欢笑 和那新娘的惨嚎声 终于 那新娘一声惨呼 结束了礼物的动静 几名清兵走了出来 一名清兵得意地把新娘头颅给芒古尔泰看 那新娘紧闭双眼 眼角还有一滴泪 脸还是一样的清秀 芒古尔泰夸赞道 小子 切割得不错 有进步 当芒古尔泰离开那个村子的时候 已经多了一百多个青壮和几百代的粮食 芒古尔泰安排人送回收获 部队继续西行 春风还没吹绿辽东大地 枯黄的草在撂翘春风中摇曳着 芒古尔泰觉得自己就是这片荒野中的猎人 狩猎那些比牛羊还要懦弱的汉狗 两千骑兵继续西行 芒古尔泰并不知道 一只荒兽白虎 也同样踏上了辽东大地 正向东方行来 李盛义在广宁为税间严阵一带 三天后 等到税间的东西都搬空了 也没看见一只兵马来攻击他们 李盛义实在是弄不明白 就问马静 马静说 谭长 在辽东兵为将有 都知道你战力强大 谁敢来招你 再说了 税间银子也不给他们 丢不丢又怎的 你又不是蒙古银 又不是满银 都睁一字眼闭一字眼 当做没看见呗 我靠 我几千兵马 大家都可以当没看见呐 这 大明军胸怀宽广 厉害 李盛义感叹了一番 人家不来理他 他待着也没意思 只好兴兴地过了大辽河 别看这大辽河 长度仅次于长江黄河 但水量却是少得出奇 冬天断流的地方 比比皆是 对于辽东来说呀 就没有南方那种 大河就是天欠的说法 到了冬天 大地风洞 就是一马平川 随意驰骋 李盛义过了辽河 继续向南走了一段 在后市盘景的地方 安下大营 当然 现在这里还是一片荒芜 李盛义选择这里做大本营 是有几点考虑的 第一 这个地方水草风貌 战马不缺草料 第二 这个地方 地势平阔 不是聚首的好地方 是野战之地 但是李盛义 何曾想过要聚首啊 谁来工 那来呀 第三 这是真正的好地啊 你把黑土都油汪汪的 这地得多有劲啊 后市的盘景大名 可是全国文明 第四 这个地方 鱼类资源太充足了 李盛义是个喜欢吃鱼的 无论大鱼小鱼 有鱼 那就是好菜 终于 大本营选定在了这里 雷起两米高的土墙 安排下资重 留下李盛秦守家 自己带了全骑兵化的大部队 四千雄兵 一千资重兵 浩浩荡荡地向东开去 开荒团的资重兵 一样有枪有刀 属于开荒团的预备队 只是平时职责不一样 其实如果现在真有人 问李盛义这大部队 开拔的意义 李盛义是肯定说不出的 他就是感觉 现在是下雨天打孩子 闲着也是闲着 干脆就去游行吧 当然 是示威性质的 对谁示威 这就没个撇了 逮谁示威吧 后世的史学界 研究中华联邦战史的时候 认为 被敌人评价最高的部队 那就是理胜义部 而被自己人评价最低的部队 也是理胜义部 原因都是一样的 行动出乎意料 通俗讲呢 就是坐视没撇 这完全就是个 急性发挥型的将军 不过这个人的运气 是逆天的 无论在哪儿 几乎所有大战背后 都有李胜义的影子 偏偏这事就没吃过什么亏 于是李胜义部和芒果尔泰部 相向而行 越走越近了 李胜义的赤猴 从来都是放到三十里 这是规定 可多不可少 这些赤猴都有着 贤熟的马术 善于观察的双眼 和精准的枪法 陈长青正是这样一个 优秀的赤猴 他的脸上 还有大明君的金印 这是一个逃兵 最早逃进 太行山基地的逃兵 在大明君的时候 陈长青是个小旗 无意贤熟 可惜吃不饱穿不暖 听说太行山基地的待遇高 就偷偷地入了火 凭着识字 无意好 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他很快加入了名声社 成为了赤猴排长 赤猴待遇是要高一级的 陈长青实际上 已经是连级的军官了 现在他纵马 上了一个二十来米的小土包上 在平原地带 这样的小土包 那就已经是至高点了 已经是中午时分了 太阳暖暖地照着大地 枯草散发着清新的气息 胯下马绣着青草 用唇品尝着草煎 陈长青站在马背上 手搭梁棚 仔细地观察四周 西边天际隐隐约约地点点红色 那是自己的部队 南边空旷无人 东边无人 北边不对 他再往回看 东偏北 有片黑影 陈长青参照树木 判定那片黑影的速度 片刻之后 他确定 那是一支骑兵部队 陈长青摸出了一个镜片 向着自己的部队方向 反复地晃着 一会儿 部队中有了回应 他看了看镜片的反光 这晴天就是好啊 省得自己跑回去了 他的发现已经传送回去 现在他要继续向前 探明具体的情况 而此时 正兰旗的赤猴也发现了陈长青 两名赤猴催马加了过来 陈长青虽然发现这两名赤猴 一样是继续地向前奔跑 他看到了湛蓝色的旗帜 是剑奴的正兰旗 陈长青横向奔驰 他大致判断 有两千左右骑兵 心中念叨 这是上三旗啊 人也不少 够兄弟们赚个大的战功了 这些被妖魔化的满清兵 下下明军还可以 在开荒团 这些骄兵汉将看来 那就是战功啊 两骑满清赤猴进了 一个持长刀 一个持弓箭 陈长青放慢速度 横过战马 斜刺地冲向那名持弓箭的赤猴 这战功 自己得先捞一份 奶奶的 跟开荒团玩弓箭 那真是 关公面前 耍大刀啊 第四卷 第二十七章 龙战于野 陈长青摘下火枪 打开保险 里面弹药已经装好 端枪 瞄准 一百步 九十步 八十步 行了 对方也拉弓瞄准 估计要等到六十步左右 准确率高些的时候出手 陈长青心中默念 小子 你没机会了 砰 一股蓝烟 陈长青特别喜欢这火药的味道 提鼻子闻了一下 那持弓箭的赤猴 大喝一声 翻身坠马 在地上抽搐着 陈长青挂好枪 摘下马刀 另名赤猴 已经到了三十步了 陈长青的左臂 套上马鞍旁的小圆木盾 上面石子 钉了两根铁条 这盾牌 只有一尺多 也是开荒团的标配 虽然是个小玩意儿 但绝对是短兵相结实的好东西 近了 那面目猙獰汉子 举起刀 奋力劈下 这一刀足以把人劈作两段 他要给兄弟报仇 陈长青等到对方刀势用老 辩不了方向 才举左臂迎上 这汉子刀够有力的 任凭他策划简历 还是震得他左臂发麻 距离够了 陈长青马刀斜劈过去 像一道闪电 马刀准确地斩入头盔 与肩甲的缝隙 头颅飞起 鲜血喷流二尺多高 又跑出十多步 尸体才栽落马下 这马是绿色马 身高体壮 脚步清洁 这是好马呀 满清兵一个识人队追过来 陈长青不慌不忙 俯身抓过绿色马的马将 转身向那土坡跑去 他知道 自己的队伍肯定在那设置炮兵阵地了 砰砰砰 陈长青的身后传来了火冲声 他心中暗骂 就你们那些破东西浪费火药干嘛 能打着老子才怪了 李胜义立马吐坡上 见双方赤猴作战 问道 那赤猴不错呀 谁呀 是陈长青 等到陈长青骑马上了吐坡 李胜义高喊 陈长青 好严的 晚上老子请你喝酒 别看江灯忘了 陈长青回声喊道 肯定去 团长你别耍赖就好 一句话 立刻引来了无数笑声 原来李胜义啊 上次弄了一些好酒 四处显摆说要请人 等到大家去了 他又舍不得酒了 抱着酒 赖掌说没请 被大家当作笑话 李胜义骂道 小子 我还是喝怕你 周围又是一片的哄笑声 芒古尔泰一股怒气直冲顶门 战场中的赤猴历来是军中最敏捷彪悍的士族 清军那更是如此 明军那个赤猴被发现的比较晚 明军大红战袍历来是最显眼的 可这个明军居然穿着土绿色的衣服 连马都是铁青色的 在高高的荒草间迟来 距离大军无理左右 才被发现 那么说 他芒古尔泰的赤猴呢 他的赤猴根本就没放出去 野战无敌的八旗军啊 会有人在野外来捋他的虎须找死吗 终于明军那个赤猴被发现了 芒古尔泰的两名赤猴纵马包夹过去 芒古尔泰根据马苏判断 这明军赤猴现在正在掉头 晚了 一会儿他的赤猴就会带着这明军脑袋回来 大军还在前行 一个小小的明军赤猴谁会在意呢 芒古尔泰百无聊赖 观看起那场赤猴的争斗来 明军赤猴拿出了火枪 芒古尔泰冷笑 这赤猴是不知死活呀 现在火枪三五十步 那还能有个念想 远没弓箭的准确率高啊 唯一区别是弓箭需要臂力 火枪不需要 芒古尔泰只是好笑 那赤猴居然忘了点火绳了 百步之外就该点了 现在 晚了 突然 啪的一声枪响 枪声在空旷的原野中显得分外的清脆 芒古尔泰仿佛被枪击中一样 猛然停起身子 没点火绳 这枪不用点火绳 这意味什么呀 意味着枪的射速比弓箭要快了 芒古尔泰不仅是猛将 还是一个有智慧的猛将 现在他盼望利民赤猴能够拿下这个明军 他就能研究一下那把枪了 因为这个赤猴抽出了一把窄小的刀 和自己那赤猴二十斤重大的刀壁 十分可笑 可是 又一个意外 两马交错间 他离了几百米看不真前 自己的赤猴居然被斩首了 当一对兵马追过去的时候 那明军居然豪争以侠地 牵走了自己赤猴的马 芒古尔泰彻底被激怒了 这是什么 这是赤裸裸的羞辱 一旁傅林阿请站 贝里 我去斩那家伙脑袋 芒古尔泰点头道 希望你像斩女人一样麻烈 傅林阿带了一个石人队就冲了出去 追逐石域里 傅林阿看到那座小山 小山前是七八百人 列成几排 那明军赤猴就从舒朗的队列旁过去了 傅林阿知道 不能得手了 只好斩下几个明军出气 傅林阿是正兰旗出名的勇士 出名军阵地他做过很多次了 死在他刀下的明军不计其数 傅林阿高高举起刀来 儿郎们 冲阵 十个满洲勇士 嚎叫着就杀了过去 弄得最前方一营连长李盛刚 有点摸不清头脑 不过 这并不耽误他大喊 一排都有 放 一阵硝烟 四人坠马 二排 放 一阵霹里啪啦 又是四人坠马 傅林阿看见身边士兵 割草一般落地 大惊失色 大喝里声 撤 开始兜转马头 正转在二连阵击前 又是一排枪枪 傅林阿只觉得脖子一顿 咔嚓一声 那是弹丸穿过脖子血肉 击中自己紧骨的身影 傅林阿坠下马去 一个东西磕在脸上 他努力瞪眼看去 就看到那挂在鞍旁 新娘子的脸 一般战士冲过去打扫战场 没死的捕刀 牵走那些彷徨的马匹 一名战士发现了傅林阿 割下新娘子的头颅 他把人头举起 高喊道 这帮家伙刚杀了咱们汉人 这血还没干呢 连长示意他送上山去 李胜义让他传世各营 李胜义站在山顶 高声喊道 周围开荒团的战士们 大声呼喝 几千人的呼喊 声恶流云 芒古尔泰的大部队 此时也转向跟了上来 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爱将 傅林阿被击毙 傅林阿跟随他转战南北 身上十余处伤口 至少有三四处 是为他挡刀留下的 现在居然被这帮明军给杀了 明军火枪不用火绳 这样射速是快得多了 但是火枪有个致命弱点 那就是装填慢 只要能挺过第一波 就是屠宰汗狗的时候 芒古尔泰的副将刚安 也明白这点 请求冲阵 芒古尔泰仔细打量这座小山 他心中愤怒 但却并不乱 这小山就是一个几百米大小的土包 高度不过二十米 坡度横缓 站马一个撒欢就能冲下去 面对自己的山前有七八百人 被山列阵 虽然不担心身后安全 但也是无路可退的 小山后按照明军战法 最多就是等量的部队 依靠火枪射速 就想挑战我满洲勇士了 这样稀疏的阵列 一个冲锋就能对穿了 接下来就是屠杀 芒古尔泰宁笑着 答应了刚安的请求 分出一半兵给他 自己中军压前 准备随时冲上去 刚安大吼一声 放下面甲 一枉无前 士族们挥刀大喊呼应 八百步距离 一千人的马力 开始碎步蓄力 五百步了 马队开始碎步小跑 准备进入三百步的冲锋发力 三百步了 不等刚安发力 突然山间腾起一片火光 接着便听到通通通声 响成一片 刚安的千人队 立刻就碎了 就像摔到那地上的瓷瓶一样 刚安的心也跟着碎了 这野外作战居然带着炮 还是这么多的炮 这是专门埋伏我们的吗 第四卷 第二十八章 辽阳成高 芒古尔泰令手下的刚安 率领一半的骑兵 冲击李胜义的部队 一时间四处硝烟滚滚 不变东西 战马的斯民 人的惨叫和咚咚的炮声 砸了成了死亡乐章 刚安躲避着 冲突着 突然眼前一亮 终于脱离了炮火覆盖区 但他马上就傻眼了 在他面前 是几百条端着的火枪 刚安的待遇并不比小冰高 几只枪瞄准他开火 刚安发现 这弹丸居然能穿透重甲 因为他感到肉体被撕裂的感觉 刚安坠马 不知几只马蹄 又践踏在刚安的身上 李盛义把所有炮火 都集中在了土山上 这山高二十米 炮火就能延伸几百米 马静建议李盛义 以意待劳 以这清军的骄横跋扈 寻战都找不到人 发现他们这支队伍 怎么可能放他们离开呢 李盛义采纳这个建议 一银山前又敌 其余井隐藏在山后 按理说 这么大的小山 怎么可能藏得住兵呢 赤猴只要转过来 就会发现了 但是发现不发现 又咋样呢 芒古尔泰想的是要全歼他们的 任你一千人还是三千人 无王矣 现在这小炮炮火 都延伸到七八百步了 曹大炮还是请求 炮鹰在三百步开火 这样 这些人想跑 都跑不出射程了 不能不说芒古尔泰英勇啊 在炮声响起的时候 芒古尔泰的判断是 敌人正面用炮火 阻断我们进攻 其后方必是用兵力 弥补炮火的不足 他立刻下令 包抄后山 不能让刚安他们的血白流了 芒古尔泰的判断是正确的 小山后确实兵多 但这兵 也太多了些啊 当芒古尔泰发现 小山后面是几千整齐的骑兵列阵的时候 芒古尔泰差点一口血喷出来 自己的兵算是完了 现在已经来不及召回了 面对这几千条快枪 这还怎么突破呀 不等枪声响起 那可恶的炮声又响了 芒古尔泰的判断没错 炮营的炮 的确是朝前布置的 但是芒古尔泰 无论如何想不到 这世上会有骑兵行军 还带这么多炮的 这次是各营自己的炮响了 上百能小炮 一下就打乱了芒古尔泰 进攻的阵脚 队形散乱 速度也降下来 有人还在喊冲啊 冲在最前方的一百人 已经接近敌阵了 枪响了 芒古尔泰的思维不由慢了下来 他现在已经听不见枪声了 就见对面枪手不断地后裂前进 举枪射击 再后裂前进 无穷无尽的淡雨覆盖下来 自己这边的勇士 就跟秋天的庄家一样 被无情地收割了 终于 芒古尔泰克服了这梦炎 声嘶力竭地大叫了一声 撤 芒古尔泰掉头就跑 一个勇士面对敌人 逃跑是可耻的 可现在芒古尔泰 并不觉得自己可耻 因为他现在面对的是魔鬼 自己两千雄兵啊 硬是没有靠近对方的队伍 硬是没有挥出一刀 这时 他想起那个死去的持刀赤猴 也许那名赤猴是唯一向敌人 挥出一刀的人 没等芒古尔泰的思绪再扩散 突然轰的一声 他被从马上抛飞下来 又是隆隆几声 弹片横飞 芒古尔泰只感觉下身剧痛 当他落地的时候 伸手一摸 惊得险些晕死过去 自己下身最柔软的那块肉 被蛋片给割掉了 昏迷之前 芒古尔泰还在想着 看来今天沾上处女的血 就是个凶兆 郑兰齐剩余四百残兵 拼死抢了芒古尔泰 没命逃窜 开荒团以淫为序列 开始了漫长的追杀 李盛义下令 咱不要追齐了 让他们带路 跟他们回老家去 于是 就有了前面 那惶惶不可终日的逃兵 就有了后面 队列整齐 一迎一迎 旗帜鲜明 战马萧萧地追兵 辽阳成高 城上人发现了清兵 吓得赶紧吹响警戒号角 忽然他们发现 这些清军怎么这么狼狈呢 每一个都是丢盔弃甲 许多人身上都沾满鲜血 这大旗是正兰旗大道啊 不是早晨 刚威风凛凛过去吗 这怎么了呀 谁把他们打败了 这清兵不是无敌的吗 辽阳都指挥使梁松立在城墙上 碾须不语 他也弄不清楚 这到底出了什么状况了 这辽东大帝 以自己的兵马最为雄厚 可也不敢去野战 正兰旗的两千旗兵啊 这帮凶悍的女真人 简直勇猛地吓人 尤其是芒古尔泰那个勇将贝勒都镇 可以说在辽东大帝上 可任其行走 无论辽阳 沈阳 海州 哪儿都是四门紧闭 守城要紧 谁敢出去野战芒古尔泰啊 现在这 出了什么状况了 终于 造势者出现了 西边出现了烈烈红旗 一队队骑兵 行进过来 居然是几千骑兵 远处火红大盗出现 眼尖的高呼起来 是咱大名的兵马 辽东都司都指挥使梁松 嘴张得能塞进鸭蛋了 几千匹战马 还都是步伐清洁的好马 不是自己军中 跑几步就喘气的猎马 这什么概念啊 不懂兵的 以为不过是几十万辆银子 错大了 养马的成本 十倍于养兵 尤其是战马 没有精死料 战马能生龙活虎的跑动吗 看这些马 每匹都是摇头摆尾 活力无穷 只要主人一斗僵声 就立刻会撒欢地奔过去 养这样的战马 每月花费无算呢 难道 难道是万岁爷的御灵君 不对不对 御灵君就是养肥的猪 除了样子好看 哪知道什么流血拼命 火红的大道奇境了 梁松清楚看到 这上面有几个大字 大明开荒团 是大明兵马 是我们大明兵马 咱大明也有打得女真人 屁滚尿流的兵马 天哪 老天真的开眼了 梁松用力垂直成墙 这几年 梁松被欺负惨了 就这么提心吊胆地活着 谁做边将不想追往主北 不想扬眉吐气啊 可这大明军 他行吗 每次见到大明子民 被烧杀掳掠 梁松的心都在低血 虽然他也贪 也战 但是贪怎么了 他敢说 大明每个贪官 也有一份国父名强 四海兵服的野望 眼前这是一支 纪律严明的军队啊 辽阳这样的雄城 这些士兵 几乎都没扫眼 没有一个歪头看的 没有一个交头尖 不过 这开荒团 是个什么军制啊 这听着怎么像是民团呢 终于 梁松发现了一个 行进在军队之外的将军 梁松放声呼喊 将军 那位将军 李胜龙今天可真是高兴了 他们的营被布置在了正面 正面一千清兵 那是如数歼灭 一个跑的都没有 这些傻呵呵的清兵 就主动向他们枪口上撞啊 这枪炼的 过瘾 也亏李胜龙喊得及时 最后剩下几十人时 让兄弟们过了一把马刀的影 李胜龙惊不住摇头 不惊打 这些满人真不惊打 他还没弄清楚 这是火器对冷兵器的战争 最终归结于满人不惊打 估计让大明边军听了 能活活气死 李胜龙正在蔑视清兵 就听城上有人在喊他 抬头一看 是一个长胡子老头正在对他喊 一个大明高官 虽然不知道是多高的官吧 当然 就算告诉李胜龙 这是辽东最大的官 李胜龙也不会当回事 李胜龙赶紧按照纪律 对待老百姓要何其的规定 达玛到城边问 哎 老大爷 啥事啊 一句老大爷 差点把城上士兵都叫乐了 这可是辽东的老大呀 不是辽东老大爷 不过一想 这被清兵碾的狗爬兔子喘的老大 和把清兵碾的狗爬兔子喘的人比起来 也难怪人家把自己老大当成老百姓了 都是需要保护的弱者呀 梁松并不在意称呼 能打跑清军 叫他老哥哥都行 能收拾贱努努尔哈赤 叫他三孙子 让他磕几个也行啊 他看到老百姓眼睁睁地被屠戮就揪心 自己无能啊 梁松问道 这位将军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呀 老大爷 我们是大明开荒团 就是开荒种地的 梁松心说 这可是军事机密 不告诉我 我这个级别 还有对我保密的机密吗 那怎么和女真人打起来了 这两千女真人 杀了咱们开荒范围一百多个百姓 明俊兄弟们 你们说 咱能答应吗 不能答应 城上士兵齐声高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如果喜欢本书 请加入订阅 方便下次继续收听